又要分享做妈妈的真实感受 照顾孩子很累 陈佳话又要回马出席公开活动 展现完美期限 他大方分享美丽秘捷 提到照顾小孩不禁搞笑自爆 我想他赶快飞出去照顾孩子很累 他坦言疫情期间自己懒在家中 不知道要干嘛 唯一的动力是要思考第二天烹饪的菜肴 进而让他作息变得健康 也更希望孩子能吃的健康 让我意识到健康才是真正的根本 是让人度过疫情的防护力 作为Jeans精士品牌大事 Ella在爱的养生之旅宣传活动中 大方透露即将踏入42岁 她觉得现在的状态比以前更棒 很开心和健康 姐姐已经懂得照顾自己 现场粉丝也大赞 姐姐越漂亮 越来越爱你 她认为真正的美丽 由内而外 饮食均衡 只要人健康 就自然会美丽 同时也要抱着感谢的心 好好活在当下 Ella回马 不少粉丝前往街机 她收到粉丝信后 十分感触 感受到满满的善意 因为我以前很努力的生活 接着她主动提议走下台 送礼物给粉丝 现场粉丝开心饥寒 除了出席宣传活动 Ella最近忙着录制节目 《尘封2023》 平当空中飞人 但她直呼很幸福 且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被问会否带代言产品 给其他姐姐们 她搞笑说 我有点不想让其他姐姐 比我漂亮提到位类C位 她谦虚表示 不敢当 我会努力 Ella回为三年 回马出席公开活动 老公爱思祥和敬宝 也到场直直 她笑说 每年都有听大马赫岁歌 很热闹 过年一定要听 主持人陈浩然 邀请Ella明年为品牌献唱 让她直呼很想参与 且明年是龙娘 刚好我的先生也属龙 上她和老公之间的甜蜜报表 不少现场粉丝为Ella欢呼 感受到她的热情和亲和力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机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